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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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好 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2025年台新双口卡最新权益公告了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市场上最新的消息 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双口卡 狗狗卡跟Flygo卡 他们的权益又有重大的转变 这很奇怪 就是几乎每一年每两年 他们的权益就反转 之前的话 大概2023到2024 这一段算是权益改得比较好的 那现在2024到2025 他权益又缩水 所以真的是 感觉上就是 上面的展观改朝换代 然后所有权益都不一样 2023到2024年 他的权益是 这个阿勾卡是3.8%回馈 然后这个加码的部分 可以拿到1000点 所以回推大概刷个 接近3万块都有高额回馈 但是他在2024年的下半年 到2025年的上半年 就是从2024年的12月1号到 2025年的5月31号的结账账单 他的权益直接缩水 有3.8%变成3%的回馈 他虽然说把他的回馈金额 %数调低 但是他有把每个月加码 回馈的部分有1000点 调高到1500点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拿到的回馈率变低了 但是你可以刷比较多 比如说你原本只能够刷到 接近3万块 他现在可以让你刷到4.4万左右 你会觉得说好像也还好 对他们就是用这种温水族 情话的方式让你觉得 好像没有改俄太多 你就可以继续用 但你可以想一想 他们的行动支付指定通路 本来还有LiPay 然后也有全支付 基本的谈心配有时候在里面 只是在2025年上半年的权益 他就直接把LiPay拿掉了 全支付拿掉就算了 因为全支付可能用的人 还没有到那么多 但是LiPay拿掉差很多 你想想看 你要在市场上面找到 一张3.8%点数回馈 然后一个月可以刷到 接近3万块的 有这种卡片吗 其实不太多 他现在变成3%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说 没有像往常那么好用 因为毕竟绑定LiPay 给到3%回馈的卡片 其实不少 比如说有风大卫卡 他就有3% 对不对 你是新户你就有3% 那你怎么可能还会去 想用这个呢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硬伤 那比较有趣的是说 他在行动支付的通路 加上了接口 接口的话我就觉得 这个行销策略 让我觉得有点疑惑 因为毕竟台新本身 有接口支付联名卡 那台新接口支付联名卡 他本身给的回馈 其实并不是无条件3%回馈 他是要在指定的时间点 然后来做指定的通路消费 才可以拿到 比如说2% 3%回馈 而且新户还是比旧户还多 那我觉得 你如果自当卡片 跟自己本身的接口支付联名卡 来做比较 蓝教笔鸡腿 你当然会用阿哥哥卡 对不对 他就3%回馈了 你怎么可能还会想要去用 他们自己本身的 接口支付联名卡 对不对 他给的点数 还是接口比较难用 所以这点我就觉得 他们的策略好奇怪 就是在改来改去这样子 那剩下的网购跟定房网 其实没有差太多 所以他的使用规则 跟我们现行的 2024年的上半年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你要注意的 就是他的刷卡回馈的 上限调低了 那每个月可以 让你刷的金额增加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做权益调整 他也不是直接改二 但是如果你本身 已经习惯拿3.8%的人 你就会觉得说 变得好难用 那甚至在他们 2024年下半年新推的 台新太阳玫瑰卡的权益 他其实就是 天天刷大笔刷两个权益 有到3.8%回馈无上限 对不对 这个3%回馈有上限 跟3.8%回馈无上限 你会用哪一张卡片 对不对 他们权益有重复的地方 你就直接用太阳玫瑰卡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权益的确 算是变得比较差了 所以我本身就会 更不想去使用它 真的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张是Flygo卡 Flygo卡的权益一样 是2024年12月1号 到2025年的5月31号 一共是半年的时间 那他的指定的通路 有这个航空的部分 华航长荣 新鱼虎航国泰 华信立荣都还在 那旅游的部分 他原本有一堆旅行社 他就改成只剩Klook跟东南 其他很多都没有了 所以他是变相的 把这个回馈的项目 缩水到很多 你想想看 以前Flygo卡 可是所谓的网购神卡 但他现在也不网购 也不神 对不对 网购只限那几大通路而已 所以我觉得 其实权益都能是 每半年一直在改 那他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他本来有高铁 然后还有中油直营的部分 是有5%回馈的 但他现在把它拿掉了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刷高铁拿高额回馈 不好意思 你要用别的卡片 我会推荐你使用的是 永峰Sport卡 因为永峰Sport卡 你可以在高铁的APP里面 直接用Apple Pay支付 这样是不是有7%回馈 所以如果你每一个月的高铁 支出在5000块以内 你用永峰Sport卡的 Apple Pay消费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蛮简单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是中油直营的话 其实你在自助加油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Apple Pay 来感应支付 所以他也是吃得到7%回馈的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 就是用变通的方式 去思考一下 如果行动支付 有回馈的卡片 你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加油 比如说中油的加油站 是不是可以用Line Pay支付 可以 那你是不是可以绑定 别的Line Pay 有高回馈的卡片 来做支付 也符合资格 对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我推荐你的替代卡片 其实我觉得 想来想去就一张卡片 也就是在两个月前 玉山银行推出来的Unicar 它不论是在 这个所谓的 任意选 简单选 然后还有option的部分 它其实它给的回馈率 都不会太差 比如说它的基本回馈 是1%回馈无上限 就是0.3加0.7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只要有这个选择 在简单选 就是百搭同路里面 就直接有多2% 那这样加起来 是不是有3%回馈 那这3%回馈呢 其实它就跟 现在的 台信仰勾卡回馈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成任意选 任意选的话呢 就3.5%回馈了 3.5%回馈 你可以刷2万块钱 我觉得 这个3.5%回馈呢 就已经打败了 Ago卡的3%回馈 你是不是就可以改用 这张卡片用了 那甚至你每个月 可以刷到5万7的话 我会建议你 升级为option 你只要扣99 预算1点 升级为option之后 你的回馈率 就会飙升到4.5% 如果扣掉option的 99点的成本 大概是4.3%回馈 其实也是比台信仰勾卡的3% 还要高 所以我的做法是 我这个月如果确定 会有大额消费 而且是接近5万7 我就会直接切换成option 然后把预算英零卡 绑定在接口 然后还有绑定在 LinePay里面 无脑刷 无脑制服 比如说我去 加勒服买东西 或做出资金消费 就是 出资到加勒服钱包 符合资格 或者你可以买PC Home的出资金 或是Momo的红利金 Momo红利金 不是随时买都有 因为它是季节性开放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9月份的时候有 但是10月份又没有 所以它是有这种活动性质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放 你去购买 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把握时机 参加活动来所回馈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因为一般人可能 真的除非你要有搬家 你要买家具的需求 才有可能会有一个大额的 就几万块几万块支出 所以一般人的确 小资组要存钱 不太可能 就每个月都要刷五六万 你又不是公司的 带刷 带买 带付 不然你怎么可能 就是有那么多的需求 像我也不太可能这种需求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你自己的消费情况 来选适合自己的卡片刷就好 像早期大概 因为这张卡片 其实ACO卡跟Flyco卡 已经推出接近十年了 很久了 我其实早期发现 他权益改二 我就很义愤甜蜜的 在网上骂他们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就皮皮的 就没差 那有差 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好腻 网络上这样讲也没有用 他就是时而改烂 然后偶尔就是调回来一点 然后时而改烂 但是基本上 他的整点幅度 是往下变二 所以我看这件事情 我已经很淡然 就是好 他权益改烂了 没关系 我提醒你 你就不要再用他了 但是他如果明年下半年 他权益改好了 我就提醒你 你可以用他了 所以这张卡片 你要不要剪 我觉得你不要剪 因为你如果 剪了又半 半了又剪 你真的是累的是自己 所以我基本上 只要是电子账单加 Richard账户扣角咖啡 就不会有年费问题 我就丢着了 就是我就不用他了 但是他的回馈 如果变好了 我就拿回来用 所以你现在也不用说 我要给银行脸色看 我要教训银行 所以大家一起来剪卡什么的 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 那种年轻人的那种义愤填膺的热情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的 比较简单 比较舒适一点 也就是说 用你的主力卡 无脑刷 其实最简单 像我如果什么事情都不想去思考 去用的话 我就是把LiPay跟接口 直接绑上我的HSBC旅人卡 就直接刷 就18元一里了 这到底有什么 就是好去含code的 就是最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要拿到高回馈 你就要用点脑 比如说我可以绑定御山Uni卡 然后我确定我这个月的资格是在option 我有支付99御山一点上去了 所以我有成本支出 我就会努力刷到5.7万 我刷到5.7万的话 等于是我可以拿到大概4.5%回馈 扣掉991点的成本大概4.3% 4.3%的回馈 拿来换长荣 跟亚洲万里东的里程 因为我之前有介绍过 御山Uni卡可以换里程 它是多少 它大概就是15元一里左右 15元一里是不是比HSBC旅人卡的18元一里 还要成本低一点 当然 但是我如果一个月没有刷到5.7万 我干嘛就是转成Uni卡 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比较无脑 就是我就用旅人卡就好了 用旅人卡对我来讲 是一个简单轻松 然后生活过得很自在的一种选择 所以这一次台新的Agogo卡 跟Flygo卡的权益改正 我会建议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比如说用你的主力卡就好 你的主力卡如果是现金回馈 你绑进去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现金回馈 没有太困难 但如果你想要拿到高额回馈 请你改用御山Uni卡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一样 就是无脑刷就好 那你就用HSBC旅人卡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其实刷卡金额 没有差很多的情况 如果你每个月只有几千块 其实18元一里跟20元一里 其实好像不会差多少 顶多就是多个几十厘而已 但如果你的刷卡金额 是几十万到上百万 那这个18元一里跟20元一里 可能就差蛮多的 所以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的 日常消费的习惯跟金额 来决定使用什么卡片就好 那我是有的时候有大额 有时候没有大额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 就跟你讲说 好你就是用这张卡片就最好了 如果我叫你就是用了 玉山Unicar 然后你每个月就只刷几千块钱 你转成了那个option 你扣991点就完全不划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会建议你这样做 所以尽管玉山Unicar 目前的回馈很好 而且可以吊打这些其他卡片 我也不建议你 就是要无脑去使用它 它可以相对好用 相对高回馈 但是你还是需要 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你的消费金额 在你的这一期结账账单 有没有可能可以冲到5.7万 不然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是白搭了 所以这一次的权益改正 我就是做一集节目提醒你 你说我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资讯 就有相关的这些文章 你可以去参考 如果要申请玉山Unicar 也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都有帮你整理好了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到粉丝里面资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